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有很多的感慨 但是我想 總之事情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重申 大家加油 反正呢 我等一下再一起講 旺董太感動 講不出話 對 其實旺董對我們非常好 這個 跟我們談笑風聲的 今天連旺董他都 在這個場合之中 心裡面難過 在NCC宣判中天死刑之後 旺董第一時間 來到了中天新聞部的辦公室 他跟大家講了一句話 大家永生難忘 那個時候我在播新聞 但是我聽我的同事轉述 像是家園 家園就 眼光就紅了 當時老闆說了些什麼 你還記得嗎 我其實 今天上班的路上 我是一路哭來的 因為我覺得 我本是一直想要壓抑我的情緒 想說 不要哭嘛 反正我們會繼續往前 而且中天天是沒有結束 我們是新的開始 但是我覺得說 剛剛我跟玉琳主持到一半 然後 忍不住了嗎 我想說那就最後一次 在這個 午二的最後一次 我們就哭出來 但是我們明天擦乾點 剛剛聖花姐問我說 老闆講什麼 其實我覺得 不是有一個媒體人說 旺董應該跟我們道歉嗎 但他不知道嗎 我們沒有說出去 我們沒有錄影 因為我們要作秀 旺董那一天來的時候 他就跟大家說了一句 我對不起你們大家 你們有做錯什麼事情嗎 如果有做錯的話 就是他自己做錯 所以當時聽到那一段話的時候 我相信中天的人 應該都是眼眶 都是很有泛紅的 因為我覺得旺董說 所有錯都是他的錯 我們沒有做錯 我們做新聞哪裡做錯了呢 我去檢視一下 我做了7200多條新聞 沒有一條新聞 是對不起我自己的 我覺得我們 我在政治中心 我們每條新聞都很嚴謹在查證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會被放大檢視 那我帶著所有的記者 我們每條新聞 我都這樣做 我下面的記者 也一定是這樣做 旺董說 我們沒有做錯 都是他做錯 所以旺董跟我們道歉 那旺董又做錯什麼呢 不就是民進黨 討厭他而已嗎 我跟麗香啊 有種感覺 是我們兩個相對無言 真的無言啊 因為剛剛講到那個字 討厭 怎麼可以就一個討厭 把一個電視台就這樣關掉 怎麼就因為一個討厭 你就可以把 本來我們要把一些事情的真相 離清楚的事情 變成不能離清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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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